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3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陷入流动性危机 苦苦挣扎了近半年之后 恒大集团今天在港交所发布了一则公告 隐晦的暗示了违约的结局 中国恒大集团在港交所发布了 无法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 在公告中他警告说 在不能履行担保或其他财务责任的情况下 可能导致债权人将要求还款日期提前 公告称公司于公告日收到了要求履行一项 金额为2.6亿美元担保义务的通知 而鉴于目前的流动性情况 本集团不确定是否拥有资金 继续履行财务责任 今天在恒大发布公告的同时 广东省政府传唤了恒大董事长许家印 讨论公司的流动性危机 并且为恒大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组 广东省政府表示 广东高度关注中国恒大的公告 根据公司的要求 政府已经同意向公司派遣一个工作组 以监督其风险管理 加强内部控制并且维持正常运营 这将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恒大的公告再度引发了市场的担心 而央行 银保监会和证监会 均在第一时间出面回应以稳定市场 中国银保监会发言人表示 我们已经注意到 中国恒大未能履行其对境外债券的担保义务 我们相信境内外监管机构 会依法公正处理此事 个案现象不会对中国银行业保险业的正常运行 造成负面影响 同时 银保监会仍然敦促金融机构 给予房地产公司融资的支持 他们说 现阶段的重点是要满足首次购房 和改善性住房的按揭要求 金融机构应当合理发放贷款 以支持房地产开发 资产收购和社会租赁住房 证监会则表示 恒大风险事件外溢影响可控 债券市场整体违约率保持在1%左右的较低水平 中国房产公司的财务指标总体健康 央行则回应称 恒大出现风险主要是源于自身经营不善 盲目扩张 短期个别房企出现风险 不会影响中长期市场的正常融资功能 同时 央行称赞了 境外美元债券市场是高度市场化的 称投资人很成熟 而且有自己的甄别能力 也就是变相暗示了 央行不会干预 与此同时 另一家美元债地产大户加兆业集团宣布 他试图延长债券到期日的尝试失败了 加兆业总部位于深圳 是中国房地产界最大的离岸借款人之一 加兆业提议即将于12月7日到期的4亿美元债务 换成2023年6月到期的新票据 但是这一波操作没有给债权人任何额外的好处 票面利率仍然维持在6.5%不变 也没有额外的信用担保 因此被离岸债券持有人当场拒绝 称是不可接受 另外 仍然是今天 另一家中国地产商总部位于广州的中国澳元集团 也未能满足债权人偿还6.51亿美元债务的要求 其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今天大跌12% 再来看上海金融圈官场动荡 今天的早些时候 上海银保监局现任党委书记 局长韩宜失联之后 现官方证实他正在接受调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通报 中国银保监会上海监管局党委书记 局长韩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 目前在上海银保监局的官网上 韩宜的领导信息已经被删除 韩宜的简历显示 他于1963年出生历任湖北银保监局的党委书记 局长浙江银保监局的党委书记 局长中国银监会现场检察局局长 2018年11月至今任上海银保监局党委书记 局长今日起原任山东银保监局的党委书记 局长的王骏寿将会调任上海银保监局局长 而在同一天中纪委的网站还公布 证监会原发省委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 原科创版上市审核中心的副主任 操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操建在工作期间收受贿赂 使用他人账户买卖股票 泄露机密信息 同时通过购买即将上市公司的股份 获得了巨额非法收入 目前中国19届中央第8轮巡视 正在对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保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25家金融单位 开展常规巡视检查 另外中国的外汇监管机构 今天发布了外汇交易指南 针对市场操纵 欺诈和滥用行为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 这些准则将会有助于规范外汇市场交易 促进公平有序和高效的市场运作 根据指导方针 市场参与者将被禁止操纵收盘货币价格 或是其他基准价格 并被禁止滥用市场主导地位来影响价格 指引说 市场参与者将被禁止使用 非公开的影响市场的信息从事货币交易 或使用这些信息建议他人进行交易 同时市场参与者应当适当调整市场供求关系 帮助人民币保持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小显示表示 一个由央行领导的帮助监督中国外汇行业的自律小组 已经要求商业银行对其自营交易账户的规模设置上限 业内人士分析 此业也就是限制金融机构对人民币的投机行为 根据中国科技行业高管和官员称 中国正在为世界上最大的赌场澳门打造一个全新的身份 成为大湾区的科技中心 在周超华被捕澳门赌场动荡之际 澳门威尼斯人会议展览中心 本周举办了一场以科技为主题的大型交易会 数百名大陆科技投资者和高管聚集 讨论澳门的发展前景 受到疫情的影响 澳门的博彩业萎靡不振 澳门科技总会理事长卢刚说 澳门一直以赌博和旅游业而闻名 但是疫情对这座城市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澳门必须多元化 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澳门是连接大陆与世界的国际平台 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澳门的全新身份 被描绘为国际科技新中心 包括腾讯和阿里巴巴在内的 多家中国科技公司参加了此次活动 在疫情之前 赌博业贡献了澳门GDP的一半以上 并且产生了当地政府税收的80% 去年赌博业收入下降了80% 导致澳门GDP大降50% 在北京的计划中鼓励澳门发展集成电路 新能源项目和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 并建立从设计到测试的芯片供应链 花旗银行正在与其他华尔街投行一起 试图更加深入的参与中国市场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总部位于美国的花旗银行 已经在中国证监会申请了证券牌照 拥有自己的证券牌照 将会允许花旗银行 承销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和债券的发行 以及交易 花旗集团还计划 在未来几个月内申请期货牌照 并且计划在未来两年内 在中国大陆招聘约100名员工 以支持在内地的扩张 在花旗之前 摩根大通和高盛 已经于今年被批准完全拥有 中国大陆本地的证券业务 而无需与中国公司合营 摩根士丹利、瑞士信贷和UBS 也获得了中国本地证券部门的多数控制权 花旗银行自2007年以来 进入中国大陆开设分行 其亚洲财务中心位于香港和新加坡 花旗集团正在计划 在香港和新加坡 扩招1100名私人银行家 和客户关系经理 以及1200名技术和运营人员 并且计划到2025年 将亚洲客户的管理资产 增加到4500亿美元以上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